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喜欢什么 有一天赚一万块赚三十天 每一天我给你一万美金 每一天一万美金到三十天 或者每一天我给你一块 the next day 两块 I multiply by two 你喜欢什么 我每天给你一万美金给三十天 还是每一天给你一块 第二天给你两块 第三天给你四块 倍增的方式 你们要几手 谁喜欢每一天一万美金到三十天 几手 谁喜欢第一天给你一块 第二天我去两倍 第三天两倍 谁喜欢费增 有的人没有举手 即使我在这边跳舞 你也不举手 我告诉你 中国人很聪明 在第十八天的倍增之后 You multiply that You make more On the 30th day You have one billion dollar 在十八天 你已经就超出了 在三十天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钱 The power of multiplication 所以这是倍增的力量 需要时间 上帝的旨意 是要我们倍增 他说你们要去 使人做我的门徒 第二个典范的转移 第一个典范就是要 栽培门徒 第二个 从圣职人员到一般的信徒 什么意思 传统的模式是 全职传道和同工 做所有的事工 普通信徒 参加聚会 奉献金钱 How many of you are paid staff You are full-time so-called full-time paid staff in the church Raise your hand 假如说你在教会 是全职 教会赴你薪水的 这个同工 请你举手 See How many are lay people 有多少是平信徒 Raise your hand 请举手 你看 这个很重要 You must understand God's plan is lay people are very important 所以上帝的计划 就是平信徒 相当的重要 You are priest 你是一个祭司 You are to minister 你也是一个服侍人的人 圣经说 圣经说 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君尊的 祭司 You are a priest 你们是祭司 Turn to your neighbor Tell your neighbor You are a priest 给你的灵舍讲说 你是神的祭司 You are not just 普通信徒 你不只是普通信徒 You are a priest 你是祭司 啊 了解了吗 You are a priest Like your pastor 你就跟你的牧师一样 是一个祭司 Ephesians 4 11 12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According to the Bible Who is to work Who is to do the ministry 根据圣经所言 谁是要从事事工的人 谁呀 你看啊 我们做牧师的 Pastor's Teacher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Read verse 12 读十二节 牧师跟教师的工作是什么 成全圣徒 各尽 各尽 其职 所以谁要做圣更啊 你们啊 我们 平信徒的人 The late Yeah We are to do the ministry 所以平信徒 要做神的工作 So tell your neighbor 谁告诉你的邻居 You are the minister 你是服侍神的人 Your pastor will be very happy 你的牧师会非常高兴 Most people think My job is to give money 多数人认为 自己的工作就是奉献金钱 The pastor will do the job 好 让牧师去做所有的工作 传道人 will do the job 好 传道人去做所有的工作 Wrong 错了 The Bible says We are the minister 我们都是上帝服侍他的人 The pastor is to train us 牧师们应该来训练我们 But we are to do the ministry 但是我们是要做圣工的 Why is it The traditional model is so popular in Chinese churches 为什么传统的模式 在中国的教会里面 那么受欢迎呢 不单单只是华人教会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第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来自天主教会 你有圣职人员 你有平信徒 这是旧约的模式 你们是历位人 但是圣经说 我们都是祭司 第二个就是无知 第三没有安全感 许多牧师们都没有安全感 他们很怕训练平信徒去讲道 但是好的牧师没有这个惧怕 还有就是害怕失去控制 很多人要控制 但是在我们教会 我们把人释放出来 在我们教会 每一个人都可以教导圣经 我们训练他们 还有就是很低的期望 还有怕人家交错 在我们33年的经验里面 只有两次 有一个女孩子没有很正确地教导圣经 但是因为其他的人明白圣经 所以马上就被纠正过来 还有就是没有办法信任上帝 另外就是全时间跟部分时间之间的迷思 那这个想法在许多传统教会里面 非常的强烈 有第一级的基督徒 就是宣教士 牧师们 那第二层次的基督徒呢 就是做生意的人 一般的信徒 那个不合乎圣经 你们都是最高级的 所以告诉你的旁边的人 你是最高级的 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是上帝的仆人 我们都是服侍上帝的人 我们先先看看好 使用平信徒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可用的人力资源 99%的信徒都是平信徒 然后自然的关系 第三 实际的见证 上帝的大能能改变生命 第四 上帝的恩赐被运用 第五 可以减少开支 中国的教会很喜欢 这个第五个 minimize overhead expenses 中国教会很喜欢 第五个就是减少开支 我们的教会 好多人都是义工 我们教会 很多人都是volunteers 我也是义工 including the pastor 我们没有支薪 所以我们的奉献 可以用在各个事情上 好像这个先生 好像这一位弟兄 他是一个生意人 他的员工有一万人 他知道他是他公司的牧师 他我们培训他 所以他们的公司有查经班 那这是另外一家公司 他有100个分支公司 但是他知道 他不单是生意人 他也是传道人 所以他也在公司传福音 这是我儿子的公司 他们有退休会 他们有这个retreat 这是菲律宾的国家警察 你们想不到 在菲律宾 因为我们好多人 都是品信徒 they invite the policeman to listen to the bible 我们教会 很多品信徒 邀请警察来听圣经 因为我们的警察 也是信徒 我们的警察也 yeah so it is one policeman telling another policeman how to find the lord 所以一个警察 告诉另外一个警察 怎么找到主耶稣 and they were baptized in our church 然后他们在我们教会受洗 神是在 现在做大工 神在做工 但他需要你 不单单只是你的牧师们 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 说上帝 要使用你 上帝要我们所有的人 你是一个警察吗 你是医生吗 你是律师吗 你是一个生意人吗 你就是不是神的人 这是警察跟他们的家人 有aneход人 师父 师三代 自己的烘